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做局部的遮瑕 我们可以用一些保湿的喷雾 可是这个喷雾 跟我们之前有一集讲的一样 你最好都用一些含有保养成分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挑选的那个保湿喷雾 你就去市面上找有亮白作用的 亮白 可是它不会有光明性的 所以你在日间夜间都能用 好 我们就稍微逼一下 我的黑眼圈也超难吃的 保湿 好 我的黑眼圈是目前业界每一位彩妆大师 都挑战不了 真的假 真的 那市面上有很多市敌乳 我们放侧面就好 不是有一大堆颜色吗 那凡是像这样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什么 你想要明亮一点用紫色 淡紫色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亚洲人 黄皮肤 黄皮肤的对比色就是紫色 紫色上上去不会变茄子 上上去是透亮的 就是女神讲的会提亮的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帮兴玫选紫色的 紫色 你嘴巴干嘛 我怕知道 怕知道 她嘴巴变小 好 我上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光用一个校色的视底 其实脸的颜色还有气色就会不同 有没有变亮一点 有 怎么会已经收好 有 因为有差别了 真的 有没有变干净一点 对 但两边脸不对称 然后因为 视底这种工具除了防晒 校色之外还要怎样呢 它一样有一些保湿的作用 保湿 所以你会发现到两边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好 谢谢晶梅 晶梅了 只用一边 稍微也要补给我 好 有些有被打 差很多 对 真的 真的 差很多 好 如果你有慢慢点点深刻的印记 请你用膏妆 因为它的密度比较高 好 淡妆就用它 好吧 来 我们现在就来选择一个 视底乳 用点压的方式 我后来就反脆晒黑 就不用 比较好吃 对 我们就先放在这个区域 因为它这个地方确实是有 有一点点色素 然后我们就用 你自己如果习惯用指腹 就洗干净手 好 然后我们就用点压的方式 用粉扑 最干净 还有一个诀窍是什么呢 我建议你在遮的时候 下眼线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暗沉 对 你最好不要遮到全部不见 你只要遮到全部不见 眼睛变超小 会超奇怪 对 所以你要留一点点空隙 反正你都要画下眼影了 你就留一点自然的颜色就好了 好 你会发现到 遮完之后 脸就再往上了 快疯起来了 而且这很有精神 对 疯起来了 好 这个地方 眉骨也带到 太阳穴也带到 好 它整个就更干净了 可是你只要眼周暗沉不见了 你就会觉得整个人皮肤变好好 对 可是实际上我们这边都没有动 对 对 这个就是在休暇的时候的一些 小小的视觉的差异 我们就把这个直接现场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你会看到 我们再拉一点圆看 你就会发现 对 两边的脸立体度 精神 你不用拉 你不用拉 超 超长 这边整个上去 对 而且老师刚刚化妆讲了两次 你变干净 原本是多脏 没有拉 是拉伤你一样 最后呢 你不要趁机 讲出心理话 不好意思 在说话 你讲多久 大家都在讲话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就用肤色的粉顶类的工具 做一下定妆往上看一下 我们最近老师都在用这一块 对 淡淡的 好 定妆 好 就变干净了 第三次 第三次 对 刚才三次 真的有几次 我自己不知道 那三米亚是不是你拍一拍 怎么合适 她的脑波少过来了 恭喜你变干净了 好啦 所以谢谢 脸要照顾好 稍等 我摆不下来 这期训练的 欢迎来 一公斤 下边 上车 转发 下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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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